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呢在新的一年新的会期呢本席在这一边对新的内阁团队呢我们也期许内阁的能力家政经决策家政绩表现家院长我想请问你对于这个新春三院有没有信心非常感谢委员的期许我们一定尽我们的力量往这个方向去做到让委员满意好谢谢 我们要提到的就是说其实新的内阁团队呢在一上任的时候呢就面临了台湾有许多会影响台湾未来发展的重大的议题 我们今天也听到了和事前阵子呢我们提到的年金啊还有甚至这个反垄断的这些的问题 可是我要鼓励我们新内阁团队的就是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时刻里面呢其实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关键的内阁 我们看了一下我在今天总咨询之前呢我看了一下院长的资历啊从这个研考会的时间我们做了这个组织的改造到内政部的时候呢我们推动了政党法不再提投票不再提投票在最近的公投的议题上面呢又再度被提起 那么在副院长的期间呢您也对于这个我们的物价的这个稳定呢尤其是这个奶粉的洞长呢有很大的一个贡献 我们也看到了院长您在您不同的职务的期间所推定的案推动的案子呢在今天还在继续的进行的当中对于这一点呢本席感到十分的感佩 但是我想请问的就是说对于这个内阁的团队啊通常我们讲其实是物以类聚嘛 对于我们的内阁的成员我想请问院长你也认为您的成员是不是都能够像你一样有专业能够协调能够沟通也有视野有远见对于决策的过程当中呢他是勇于负责 那将来呢他也能够继续的落实这个的决策是这样子吗 我对我们的阁员有信心当然每一个人的特质不一样 有的人可能做事比较迅速有的人比较慢 但是有的人可能私利比较周延有的人私利比较会欠缺 但是不管怎么样每一个人的长处加起来就是整个内阁的战力 那我一直把内阁当成就像一个庞大的交响乐团 每一个人演奏不同的乐器但是在指挥的领导之下可以奏出一篇美好的篇章 我想我们要善用每一个阁员的长处 好我们希望不会再有自走炮事件发生 那么接下来我要提到的就是说我们有好的人才还要有好的政策 有要好的政策之后还要有执行力 有了执行力去落实之后我们才能够有政绩 这样子我们的新春三院才能够达成 那所以借今天这样总咨询的机会呢 我想请问一下对于这个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其实本席有提出来国事论坛里面呢 我提到一个虚恒社经变局稳定国阵的改革 那我不知道院长有没有注意 但是没有关系我在这边再重提一次 就是现在台湾的青壮年的人口的结构呢 到2015年呢会到顶峰接下来就会逐渐往下滑 那么在这个国事论坛的时候 其实本席有提到了 这个劳动人口的结构呢 它是会随时牵动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策略 也就是说当我的劳动人口没有那么多的时候 基本上来讲我不可能发展制造业 因为我的人口的这个需求 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因应 对于这样的概念呢我不知道院长是不是也认同 对于整个人口政策的变化 从我在担任内政部长的心就非常的在意 我甚至因为对于少子化以及高龄化的关心 所以把这个议题变成是总统府里面的国安议题 那么在将来这个议题仍然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并没有因为去年也就是农年 我们的生育率大增而感到宽心 因为我们很担心 就像过去的几个州这个巡回一样 每隔12年有一个高峰但接着就往下掉 所以我们如果说要确保不只是我们的制造业 包括我们的服务业以及其他的产业 都能够有这个源源不绝的生命力跟劳动力的话 我们在生育力这一边一定要继续努力的 那同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高龄化的这个现象 也使得我们的长期的照顾还有老年的健康问题 也是一定要面对的这个都是必然的事情 我想不管是谁来当执政者都是一定要认真面对的问题 好谢谢院长但是这个其实不是我的问题 我的问题呢是因为劳动人口会牵动了整个经济的结构 所以我先把相关的资料给那个院长看一下 就是说关于人口政策啊 我们在本席今天的总质询 我只赢两个国家 这两个国家呢是我们的台湾的主要竞争国家 也就是新加坡跟韩国啦 他们除了要鼓励生育之外呢 新加坡因为它是一个多元的民族 所以它的人口政策呢 它提倡的是要增加劳动力 它的增加劳动力的方法呢 最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鼓励技术投资移民 第二个呢是吸引国外高阶的人才 进到新加坡 第二个我们看到韩国 韩国是完全不一样的 韩国因为它是一个单一的民族 所以它并不鼓励 以这样的方式去吸引人才 它做的一个方式呢 它是以提升它的抚养力 它怎么提升呢 它提升它提到它就是要提升它的经济产值 它要鼓励研发创新 它要推动产业转型 在台湾我知道我们政府鼓励生育 我刚刚也听到院长的回复 但是呢我们要看看台湾面临的有几个问题 我刚刚提到的新加坡韩国 一个是让引进人才 把劳动人口引进 另外一个呢是增加经济的发展 我们看台湾的情形 台湾的情形呢 目前的情形我们知道是经济低迷 我们的失业率偏高 我们有data show出来 我们的经济成长力道不足 经济成长力道不足 它的含义是什么 是说当你被动的不不为的时候 基本上来讲经济它不会自己会起飞的 第二个呢我们提到了 我们目前的财政负担是很重的 我们待会有个大饼可以看到 我们的社福的这些的支出呢 是相当相当的庞大 将来我们的年金的议题呢 也会侵蚀这一块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听到年轻的朋友 即便我们政府的鼓励 我们听到年轻朋友 为什么他不想生 他也不敢生 为什么他不想生 他不敢生 因为他不知道他有没有未来 他退凶之后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一个照料 他也不知道他的下一代 能不能够扛得起 未来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竞争力 跟国家抚养老年人口这样的情形 所以院长我想请问的就是说 这样归纳这么多的问题 我们是不是可以讲说 台湾真正的我们要一个解决的方案 对于我们所面临的 不管是人口政策也好 经济政策也好 其实就是只有一个 这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只有发展经济 我们把饼做大了 我们刚刚以那个图表上面来讲 我们如果是一百 只有一百块钱的话 我们的社福二十七percent 对不起 二十二percent 它就是二十二块 可是我们做了一千 把那个饼做成一千的时候 我们社福支出 我们可以 我们能够承受了 就是两百二十 两百二十块 所以以这样的情形 是不是说在今天的情形 只要我们把经济的问题解决了 那么我们其实有很多的问题 都是迎刃而解 向委员报告 我自己在构思一个 一个所谓的上轨道的国家 它应该有哪几个重要的资助的时候 通常想到的会有几个面向 经济毫无疑问的 是其中大家最感受深刻的面向 经济我们必须要繁荣复苏 但是除了经济之外 我们的整个文教的素养 一定也要提升 我们对于这个社会的和谐 尤其是刚刚所讲到 弱势人口的照顾 一样要做到 那么这一些面向 再加上我们台湾 已经略有成就的民主政治 如果我们能够把它优质深化的话 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 如果都能够齐头并进 这个国家才会是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开发国家 这个是我们的想法 那么经济毫无疑问的 扮演一个火车头的一个作用 因为如果经济不够强 它没有办法支撑社福 它也没有办法扩充我们的文教 所以我们确实是花比较多的心力 在如何振兴经济这个面向上 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要请教一下院长就是说 我们知道台湾目前的情形 代工的产业它已经疲乏了 那么我们的经济的支出 我们刚刚那个大饼上面画出来 我们投入在经济发展 经济建设部分小于15% 那么刚才院长你也提到了 经济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那我要请教一下 就是说到底台湾的产业政策在哪里 我们看到了在台湾 按照我们台湾经济发展大事迹里面 我大概简单列了一下 在孙院长时代 孙运玄时代呢 我们强调的是高科技产业 肖万长时代呢 亚太营运中心 我们看到高科技产业 它是做成的 所以它创造了台湾经济的情机 亚太营运中心 好像偏离了一点 那么我们想要问的就是说 在江院长的时代 我们的经济主轴到底是什么 在问到底是什么的时候 因为它的题目很大 所以呢我想就算长篇大论 这个民众大也不能够了解 所以我简单把它化整为零 用简单的几个问题来请教 第一个 院长 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念 是愿意扶持我们国内的产业 愿意还是不愿意 当然是有这样的信念 谢谢 那院长我们看一下国外成功的先例 我们再看看我们台湾会往哪个方向走 第一个我们看一下 在国外的部分 我们知道韩国 三星是韩国全力扶植的 华为呀 华为是中国大陆全力扶植的 先不管它的技术怎么样 它今天华为的产品 遍及全球 当然我里面还没有提到 就关于欧洲 Nokia 这些的 其实都是国家扶植的重点产业 台湾呢 以目前来看 院长我必须要讲 很抱歉 我没有看到 我没有看到 我唯一一个能够感到欣慰的是什么 是我们李安少年拍的奇幻漂流 李安得奖 在他这一次里面呢 他特别讲到 他有七成的场景 是在台湾拍摄的 也因为李安 他把台湾的电影工业呢 带进去 因为这么成功的一个片子 把台湾的电影工业呢 带进去了国际的电影事业的一个产业链 这个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 那么我想 就今天的情形呢 请教院长 院长可不可能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承诺 台湾的任何的重大工程也好 或者是重点的政策推动也好 能够以台湾的厂商为优先 可以还是不行 刚刚委员所讲的这个以台湾的产商为优先 因为我不知道指的是我们的补助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不是补助 对不是补助 因为补助会违反 如果是扶持我们的产业 当然是以台湾的产商为优先 我们并不是要去扶持国外的产商 是不是先优先取用我们台湾的厂商 当然其他的他的品质什么都一定要符合 当我们自己的产商具有这样的竞争力的时候 我们相信他自然会优先取得我们政府所有的要创造的公共建设 但是相反的如果说我们自己产商的竞争力不足 反而是必须靠某种不符合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来保障的话 那这样台湾的产业是没有办法转型跟升级 这一点我们要抓住 对完全同意 但是院长我要在这边跟你报告有一些 因为我来自产业界 所以我知道产业界有一些苦水 所以我必须要跟院长报告的 第一个我为什么前面提到 以台湾厂商为优先 我们知道现在在很多的这个技术上面 我们并没有要求政府要补贴 没有因为它是违反WTO rule的 可是在今天有很多的事项在做的时候呢 因为它会牵涉到智慧产权 如果你的有一些的案件呢 它透过绑标的一个方式 把特定的技术绑进去的时候呢 它常常会让我们台湾厂商 在没有取得授权之前 它是拿不到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要特别跟院长先厘清的 第一个是不是以台湾厂商为优先 第二个我要给院长看一下 这个相关的这个data 这个也是影响到台湾的国际竞争力 我们院长能不能够今天给我们一个承诺 是我们能够进行相关的政策来排除国外剥削 第一个看看面板业 面板业呢 我们让美国政府啊单纯从他的行政罚款 罚了我们8.15亿美元 这个还不含这些面板厂商 他的民事赔偿 也不含他的律师费 他吃掉了多少的他的资本额 这个造成台湾多大的一个损失 第二个我们从主寄处的资料上面显示 从2011年啊台湾付给国外的权利金付了多少钱 57亿美元 这个又侵蚀掉了台湾的多少的竞争力 第三个 其实这个跟公平交易委员会比较有关系 外国的垄断 我里面提到了软体 我里面提到了绑规格 在现在的很多的案件的进行 他需要有智慧财产权 如果我们容认外国的厂商 透过软体 透过智慧财产权 来绑规格 来侵害到我们国内的厂商 他能够接受各府 透过政府推动的案件 就像华为一样 华为他在中共呢 中国呢 他在透过他全球的这个外交的管道里面 把华为的产品在全球 他能够注点 如果我们今天台湾呢 容认这些外国的厂商 透过他对于智慧财产权的一个优先的位置呢 能够达到这样子剥削我们国内的一个情形的话 那么我相信扶持国内的厂商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 那么公平会主委已经上来了 我觉得特别跟公平会主委报告的一点 就是说主委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啊 我们国内厂商都需要用到的软体啊 其实在2011年的时候 2011年年中的时候啊 在美国的报道里面 他就提到了 这些的软体厂商呢 他希望透过这个audit的方式 能够去加入合约里面 所没有的一些条件 然后呢 这些的条件 也就是说间接使用 他也要收费 间接使用 他也要收费 但今天因为是总质询的关系 我不希望用太细的问题来 bother这个院长 所以这个部分呢 主委是不是你也可以承诺 这些滥用市场地位的 即便它是一个国际活动 主委你也有这样的勇气 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形 为我们台湾的厂商争取福利 是 李委员 如果国外的这个行为 它如果有影响到台湾的竞争秩序的话 那依照这个效果主义 您清楚我们还是可以管辖 那如果有这个情况 我们可以去了解 主委有影响到我们一样可以调查 好 谢谢 那么如果有的话 主委您可以请回 接下来是跟经济比较有关系的问题 呃 院长 除了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些人口政策之外呢 接下来呢 其实我要用比较沉痛的一个心情来讲 我们提到了我们的产业政策 我们的经济政策 呃 可能请 是不是请请建会主委 我们提到了三页四话 三页四话呢 我就不再用时间在这边念了啊 我们的这个三页四话 我要请教一下 不鼓励研发 怎么可能达成制造业服务化 我们不引进国外的高阶的人才 我们的法令不松绑 怎么可能达到服务业国际化 怎么达到服务业科技化 我们的传统产业的特色化 我们不鼓励产业转型 我们怎么可能能够达到 这些的这些的部分 还有我们自由经济示范区啊 其实呢 到目前为止 本席来看 就自由经济示范区 我觉得好像是一个比较具体的 好像比较具体的 可是因为它的细节我们还没看到 所以它的内容是怎么样子 我们不晓得 可是在国际经济体制之下 我觉得最重要的几个factor 就这边提到的 物流 资金 人才 技术 现在全球呢 就是在抢 如果你能够抢到资金 抢到人才 抢到技术 你才有一个国际竞争的一个优势 我想请问一下 在台湾 我们的经济政策 我们怎么样子 让自己能够抢到 这些的资金 这些的技术 这些的人才 我们的经济政策 我们的产业政策在哪里 这边如果允许我向委员先报告 现在我们正在规划中间 虽然拖了一段时间 我们希望很快可以提出来的 自由经济示范区 很大的程度是在针对 刚刚委员提出来的问题 我们过去的发展过程中间 累积了许多不同时代的 不合时宜的法规 这些法规事实上很大的程度 防害了别人来台湾投资 没有这样子的新的投资机会或投资减少 也因此防害了我们经济成长的动能 所以自由经济示范区希望借着推 在特定的区域内 试行一些法规松绑 能够引进不同的产业 然后创造新的经济动能 主委我跟您的看法 有一点不太一样 我认为自由经济示范区 其实不能够讲说 它是一个产业政策 也不能够讲说 它勉强 它可以说是一个经济政策 为什么呢 因为自由经济示范区 它最主要的目的是在让老百姓 因为你现在 尤其以台湾来讲 台湾是潜碟型的经济 所以非常仰赖贸易 尤其我们现在的区域整合的时候 你的台湾的市场一定要开放 可是台湾市场开放 全民有疑虑 所以你透过示范区里面 去看它的impact是怎么样的impact 能够消除全民的疑虑 所以基本上来讲 你严格上面来讲 它根本不能够叫一个产业政策 为什么呢 你到底扶植了什么产业 那其实我今天不想用这么detail的 来bother这个诸位 我想请问的一个就是说 但这个非常重要 我现在目前看到的 只有三页四话 我刚刚已经提到 我看不到你的具体措施 然后呢 对于自由经济示范区呢 里面 主委你刚刚提到法令松绑 可是我们都知道 法令松绑最重要的是 您现在是销归潮水呢 还是说你要另起炉灶 重新有你的版本 然后如果不管是销归潮水也好 还是你要有自己的版本也好 你可以在最近的时间之内 完成我们自由经济示范区 让台湾能够及早踏入TPP也好 或者是区域整合的 这个东协加急 这样的一个情形 这个timetable是怎么样子 跟委员报告 过去一段时间已经规划的部分 也没有方向上 跟内容上都有一些调整 但不会是销归潮水 所以在内容上 是有一些一定程度调整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还需要大概一两个星期内 我们会有一个初步的方案 会报给院长 然后到时候会有一个 适当的机会对外面正式说明 好 所以在院长的任内 我们是可以看到 我们一个月之内就会给委员看到 因为我们看到之后 我们就看不到 它实际上面的一个情形 我来向委员补充一下 刚刚委员有一直在关心产业 其实就我过去这四年多 在行政院服务的经验 我觉得综合各部会 这么多的优秀人才的集思广益 我们基本上已经确定 六大新兴产业会是我们未来产业的重点 当然这里面不敢讲说每一个 都能够做到非常的卓业杰出 但这里面有成功机会的 应该有好几个 这是产业方面 那至于自由经济示范区 就如同刚刚委员所正确指出来的 它是要把我们要进一步做 区域经济或贸易整合的这一个动作 先用一些特区的方式来加以突破 来让国人感到放行 而最终的目的当然就是 希望让台湾整个变成一个自由经济岛 这个需要时间 但是自由经济示范区在今年上半年 我们就如火如土的推开 谢谢 感谢 因为其实台湾最需要的是一个 友善的研发的创新的环境 还有适合投资的一个环境 那么对于这一点 其实韩国一样 其实韩国一直都跟我们是主要的竞争国 可是我们看到韩国跟台湾 最大的一点不一样是在哪里 韩国知道了之后 它立刻去执行 我们看到韩国呢 他鼓励研发 他鼓励技术移转 然后呢 他还把相关的法令的规定呢 他都已经有出来的 台湾没有 台湾认知 可是台湾拒绝鼓励 院长 您知道台湾为什么拒绝鼓励 因为下一个我就要请我们财政部部长 台湾比韩国晚了13年 台湾比韩国晚了13年 接下来两位主委跟院部长请回 第三个呢 我要讨论到我们的这个租税优惠啊 是 院长 有一些事情啊 我刚刚前面已经提到了 我们的经济成长的动能不足 所以当我们不给我们的国内的经济 有一些诱因的时候呢 基本上来讲 这些都做不了 那么本席呢 事实上在上个会期啊 我有提出来产创条例跟中小企业发展条例 我们先看一下 先不论本席提出来的产创条例 事实上我是跟创投公司 这些都已经先沟通过 我们才提出来 先不谈 我们看一下就是台湾呢 在有租税的奖励跟没有的情况之下 它的差异性是多少 奖励投资条例呢 它造成台湾的平均经济成长是9.06 促产是5.08 产创条例是2.97 所以当我们提出来的时候啊 提出这个产创条例之后呢 我们碰到了很大的一个挫折 那么这个财政部呢 基本上呢 他出了两次报告 这两次的报告呢 我请院长亲自看一下 看看有多离谱 这个前面是条次啊 那个内容是主要的 我们讲到说行政机关 不可以针对研发租税优惠 订定法所没有的一个限制 这个在我上一次咨询 陈院长的时候呢就提出来 当天提出来之后呢 居然啊 到这个 这个税事支出的评估出来啊 说加了这个条文会有 147亿的税损 只是单纯的把 以 行政命令 不能够违反法律规定 这样的一个用语 加上去之后 他能够有147亿的税损 第二个 我不细谈嘛 因为时间的关系 院长我要请教你的 我们在产创条例里面 加了一个 有点像是上方保健一项 就说啊 如果是行政机关 在警惕不警惕的时候呢 他可以启动优惠的措施 这个优惠的措施呢 是怎么样 比如说 你按照当时的情况 决定说 要求对国内投资多少金额 你雇佣国内多少员工 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创造多少的一个 经济价值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享受 租税优惠 这个条件啊 其实都还没定哦 这个条件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条文 你问说 为什么有这样的条文 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为我们希望 如果在那个 很紧急 比如说你连石栏 你必须要去 刺激经济的情况之下 行政院 行政机关 是有这样的能力 去做授权 院长您知道 根据财政部的报告 这个的损失 第一次的报告 同样的条文 完全没变动 第一次的损失 做出来是226亿 第二次的做出来的 更吓人 795亿 什么规定都没有 只是单纯的 给行政机关 在必要的一个情况之下 能够做出来一个 因应的措施 更扯的一点 院长 我要跟您报告的 就是说 在这个里面 我们先不去提 其他的条文 不去提创投的 这些的条文 院长 台湾是两岁合一的国家 是吧 是啊 对 可是那个 这个税事支出的评估 它是没有反映 两岁合一 它在告诉你 刚才那么多损失之后 它告诉你说 对不起 这个没有把两岁合一的概念纳入 它没有把两岁合一的概念纳入 院长 另外呢 关于这个产创条例 跟中小企业发展条例 我在财政委员会 必须要问了七次 我到目前还没有问完 这个回归到院长 您刚前面提到 沟通 专业 协调 在新内阁上任之后 我们是不是能够继续的秉持的 宽广的胸心 沟通 协调 我们希望 我们提出来的一个法案呢 是对台湾人民有利的 院长 我可不可以再跟您 做一个要求 这个要求 一样 是合法的 这个税事支出评估作业 应注意事项里面 它规定了 即便是立法委员 所提出来的案件 行政单位呢 也是要做税事支出的 一个评估 是不是能够拜托院长 在您的任内呢 因为这个 不只是影响到产业 这个里面还提到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占了我们的 百分比是相当相当的高的 它的雇用的人 也非常高 七十多percent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帮 我们的中小企业 解决这些问题的话 基本上来讲 我们也解决了台湾的 一大部分的问题 院长 这个可以吗 只要是能够增进我们的经济发展 促进 国际民生的事情 我们都愿意去做 那么刚刚委员所讲到 过去几次的质询 似乎有一些问题 都没有得到比较 立即而清楚的 这个沟通的答复 那这一点 我会后 会请我们相关的部会首长 来加以了解 并且我希望 在这个会期 能够让委员看到 我们做法上面的改变 谢谢 因为我们并不是要求 一个不正当的 或者是说 做出来违法的要求 我们只希望 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要求 就像我刚刚前面提到的 如果我是违法的要求 你拒绝我 没有关系 我把我的法定的依据 全部都搬出来给你 我想这个时候 我会希望 就是不要单纯的 就是一个拒绝 感谢委员的用心 这个部分我一定会来注意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很快讲一下 我的期许 我们现在台湾正面临了 转型的这个关键的时机 所以台湾需要 务实执行的 这个内阁团队呢 我希望在院长 您的带领之下 政府的各项的施政呢 都可以一一的落实 也希望您不要辜负 我们全民的期待 让全民都能够看到